事后胡兴儿与吴哲熙和附加利 为了TVV重头剧冲上云霄2 到香港10号的海边拍摄外景 该场地看上去似曾相识 原来就是电影《喜剧之王》中 周星驰情定张伯志的那条海滨小道 而当天拍摄情节也相当浪漫 吴哲熙用过百个饮料瓶继承巨大心景 原本用来向爱恋对象胡兴儿表白 结果却没想到 让对自己有意的附加利先一步看到 误以为吴哲熙向自己表白 让随后目睹一切的胡兴儿决定退出 镜头前面三人表情相当凝重 镜头之外大家跟媒体谈笑风声 胡兴儿跟自曝现实中的自己 从没遇到如此浪漫的待遇 等于暗示已经分手的男友黄宗泽 也是不浪漫之人 我没说到 Genau 看着这个人是可以吗 知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不用了 还不能有任何闻的 怎么这么闻的 是吧 很久之前 你疼啊 我看了 这将来 您将来 希望有人来不合我做这些 做这些 这些了 有的 在电视中观游戏 在电视里面享受一下 全部都放棄 你恨不恨的人做這些事? 如果有人不敢做,女生也會開心 但我覺得除了這些行為之外, 那邊也會很開心 寧願你的身體好過, 有這麼多八十年嗎? 也是 很小一點 但女生也好嗎? 雖然在差不多同一時間遭遇非手與被劈腿, 但胡杏兒與吳哲熙明顯已經從實戀中恢復過來, 而面對自己一段有一段的情史, 吳哲熙居然表示自己不懂耍浪漫, 讓人半信半疑 這些太浪漫了 太隆重了 沒拆過東西嗎? 沒有,拆頭 拆頭 拆頭很難做,很尷尬 沒有,沒有,小時候大都很,應該沒有做過這些 你不得浪漫的嗎? 我不得浪漫 學著,現在在拍劇裡面,學著浪漫 現實我都不是很浪漫, 不是很識,怎樣去, 就是,就是,就是, 太偏劇性能到一個太深深的狼 吳哲熙雖然目前保持單身, 但桃色妃文依舊不斷, 她第一個最早被認定的圈中女友關恩娜, 最近因為加盟TVB拍劇而人氣極深, 從而衍生了吳哲熙有意重新對對方展開追求的傳言, 但吳哲熙輕鬆否認, 這些不是自己的角落不作回應, 這些 是否很久沒人了? 沒有,那時候在廠見到面都有打招呼, 我這些,其實那些我都不會再太回應 包括視頻娛樂播報香港報導 現在已經開始開動了